今天是瑞靠,關於仓鼠如何吃藥 醫生一般都會建議大家抱起仓鼠 然後用針筒裝著藥 將藥推入他們的嘴裡 不過並不是每一隻仓鼠都這麼配合 乖乖地吃藥 尤其是第一次吃藥的仓鼠 小雲就是個例子 你硬抓牠只會逃你 或者咬你 所以我自己就研究出三種 可以令仓鼠都願意吃藥的技巧 第一種就是混合食物 每一隻仓鼠都是牠們喜歡的食物 用牠們喜歡的食物點一下藥 那牠們嗅到喜歡的味道 會比較願意去嘗試 藥和食物的比例可以按照情況慢慢抵震 到最後你可能會發現牠們接受了這個味道之後 就算你只剩下藥他也肯吃 第二就是餵食的方式 由於我經常用手餵牠們吃好東西 所以我的手指絕對是增加牠們吃肉的最佳神器 於是我就用手指蘸些藥吸引小雲來吃 用牠們喜歡或熟悉的方式去餵是比較容易成功 不過記得在餵藥的前後也一定要洗乾淨一隻手 第三種技巧就是稀色 有些藥的味道很濃 就像小雲所吃的藥 連我聞起來也覺得很難頂 更何況是一隻臭角比人類更靈敏的倉鼠 所以可以考慮把藥稀色 我自己就是加一滴的飲用水就足夠了 不過倉鼠飲水量不多 所以注意加水的量 到最後很感謝各位對小雲的慰問和祝福 現在的牠仍然很有活力 不過每天都要繼續吃這個心臟和抑制腫瘤真身的藥 直到牠可以完全空腹為止 就算牠不可以完全康復 也希望牠可以輕鬆快樂地度過餘下的日子 這條片也希望幫到以後有需要的主人 最後祝大家的寵物都平安健康 等這條片用不著了 雞 Dalais 我先詢了吧 GLO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